当人处在无意识的时候,就会被自己的头脑控制,陷入思考而产生焦虑,如何活在当下呢?首先,就是要成为头脑的观察者,可以觉察到你头脑当中的一切念头,允许但不跟随,每一次都看见允许接纳放下。 第二步,去深呼吸,把自己带到当下你所做的事情,去享受你当下做的事情,有如孩子在喜悦的玩耍一般,忘却所有的一切。 如果你在这个当下非常的难受,你依然可以全然地在这个当下体验难受,告诉自己,我允许我难受,去拥抱自己当下的这个感受,而不进入头脑去思考难受以及我为什么难受。 原因不是重要的,重要的是,你要进入这个体验,让它去流动,从而它才可以从你的身体当中过去。 不断地陷入思考,去解决问题,那么你永远也无法走出困境。 如果此时此刻你的头脑不停地在给你讲故事,停不下来,那么你就做一个观察者,把你的头脑当成你的好朋友,去倾听他,去问他你还想说什么。 当你愿意开始平静地去注视他的时候,他就会因为你的温暖注视而逐渐平息。 无论你学习了多少大道理,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活在当下,那么真正的修行对于你而言就从未开始。 小红书 那么一点点 我必须不想安静你 是什么